这堂课就叫这个东西 简易的逻辑 哈啰 我跟你讲 翻到四十四页 哎呀安静安静 我们这堂课来谈逻辑 逻辑第一个要谈的东西是什么呢 命题 在你课文里面 请你找到命题这两个字 然后把它封起来 后面的还在聊天啊 可以开始上课了 来 四十四页 我上面都有标页数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名词叫做命题 我们先把我们要用的语言 先把它规定好 这样我们才不会基同压讲 这样可以吗 那什么叫命题呢 拿出你画重点的那一支笔 把下面那句话用力的给它画起来 凡是能够判断它是正确或者错误的语句 称为命题 画起来 命题就是一句话 它呢 是可以判断正确或者是错误的一句话 这就叫命题 这样懂不懂 来下面有举例 第一个例子 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 是正确的命题画起来 它可以判断是正确或错的 所以它是命题 它是正确的命题 第二个 一加二等于四 同学它是错误的命题 然后再问你一个生活化的考题 同学 零是偶数 请问你 它是不是一个命题 零是偶数 你要先思考它是不是对 可不可以判断对错 零是不是偶数 最近这个零口罩 大家不是说什么 身份证号 最后一码 是奇数跟偶数 就礼拜几去零 那时候就有人说 老师我那个身份证字号 最后一码是零 零是奇数还偶数 零是什么数 还是都不算 那身份证字号 最后一码是零的 就不用零口罩了 我跟你讲 零是偶数 好吗 所以零是偶数 它是一个怎么样 正确的命题 这样可不可以 零是偶数 是正确的命题 然后有一种东西哦 你把它写在旁边 来 这句话写上去 比如说 Q仔很帅 不语字 不语字体 我问你一件事啊 Q仔很帅 他是正确的命题 还是错误的命题 我跟他 你们不管怎么回答都不对 他根本就不是命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跟审美观有关系 你问我阿布 我阿布一定说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你就选一字啊 没有第二个人啊 对不对 慰爱迫降男主角 我就一定我去演啊 怎么可能是他有其他人 对不对 我就你懂吗 从我妈的观点来看 对不对 麦萱的老板娘 每次看到我都说 欸 帅 我爸 我不知道我妈都觉得 儿子比较帅 呵呵 麦萱的老板娘 每次看到我跟我说 帅哥老师一定要吃什么 对不对 大家看来我很帅啊 但是你看我 你就觉得 不怎么样 对不对 帅不帅这是个人主观感受 我再讲一个例子喔 今天天气很好 同学 这是不是命题 这不是 因为天气好不好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你要注意 只要牵涉到感受审美观的 一句话 都不算是命题 这样听到吗 来 所以Q仔很帅 这句话 来后面帮我写几个字喔 不是命题 这不是命题 他没有对错之分 他根本连命题都不是 因为命题要能够判断对错 这样甘好 好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份事情 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看课本里面的重点 如果今天你针对一个命题 叫做P 安静安静 P如果是一个命题 你在这个P前面加一只小蝌蚪 你知道这个小蝌蚪是什么意思吗 代表否定的意思 这个怎么念呢 这个念作非P 诶 注意一下他符号的使用方法 这个念作非P 这个称为叫否定命题 那什么叫否定命题 课本举的例子是这样喔 写问题 2 是什么数 这个你不用写 这个例子你不用写 2是整数 对吧 这是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给它一个名字叫做P 那请问你 它的否定命题是什么 否定就是相反的意思 来 就是2怎么样 不是整数 就这样 这样懂不懂 所以它的否定命题 我们叫做非P 那它要怎么写呢 叫做2怎么样 不是整数 就是这么简单 诶 这样讲有懂 诶 诶 诶 我讲课你要仔细听 不要在下面聊天 我现在再来跟同学谈一个东西 来我想想看 如果P 叫做X 大于2 你这个例子写上去 请问你非P要怎么写 会吗 会写吗 如果P叫做X大于2 它的否定 否定就是 大于2我不要 就是它的相反 大于2的相反是什么 小于等于2很好 就是X小于等于2 你已经学会否定了 你知道吗 就这样子 就这样 懂不懂 所以同学命题是可以否定的 这样好不好 好 就你懂了 就是它的想法 好这样讲就好了 来那接下来请你翻到45页 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个东西 来你先听喔 来我们接下来要谈命题的连结 把这个标题写上去 来 那个后面有几个帅哥在聊天 这换了位置就开始讲话 来把它写上去 两个命题 或者更多的命题 他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做连结 那连结的话我们通常会用 两个中文字来做命题的连结 那两个中文字是谁呢 就是且 还有谁 还有就是且跟或 那当然这个东西喔 外国人 且这个是英文怎么翻 写and 对不对 and 写一下 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and 那或是什么意思 或英文怎么写 就是or嘛 对不对 我现在跟同学讲一下喔 在我们逻辑里面喔 这个且跟或 他是怎么样被使用来作为密题的连结喔 很简单 我举个生活化的例子喔 你 欸 我这样讲喔 你爸爸如果跟你说 这一次动考 你数学及格 而且英文及格 我就给你一千块奖学金 然后你妈妈是说呢 如果你是数学及格 或英文及格 我就给你一千块 你觉得是爸爸对你比较好 还是妈妈对你比较好 你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 我再讲一次 两个人都承诺给你讲学金 但是爸爸是说 你要数学及格 而且英文及格 我才给你讲学金 但是妈妈是说 你只要数学及格 或英文及格 我就给你讲学金 那请问你 你觉得这两个人的条件 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松 那个人是谁 是爸爸还是妈妈 是妈妈 为什么 因为且这个字 它是代表什么 两个都要对 才算对 你两个都要及格 才有讲学金 你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来 你把这句话写上去 我尽量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 且 这是一个连接词 它要两个都对 才算对 两个都对 才算对 寫上去 寫上去 两个都正确 都正确 都正确 才算对 那我同学 那我同学 或是什么意思 或 或就是两个只要对一个就可以 你两个对更好 你懂那意思吗 数学及格或英文及格 两颗及格 一颗都不讲学金 一个不及格 一颗还是有讲学金 只有两颗不及格 拿不到而已 所以或它是一个比较相对宽松的条件 两个只要对一个 至少对一个就可以 这样好不好 两个 这样讲一懂 至少 一个正确就可以 这应该到目前为止都还蛮简单的 一个正确就可以 六 二 来 先了解解解跟破 这样 好不好 好 了解一下 那你说老师 这个我好像懂了耶 对不对 那我们讲一个数学上的例子 来数学上的例子 来我写一下这个东西 来写一个key 我们有时候在数学里面 会看到这样的写法 五大于等于三 好 我现在问同学 五大于等于三 他其实是 这句话其实他经过浓缩 五大于等于三 如果这句话你把它讲得详细一点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五大于三 或 或 来注意一次或 或 五怎么样 等于三 你把它写上去 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例子 五大于等于三是一个浓缩的写法 他的完整的写法是 五大于三 或者五等于三 那现在我问你哦 请问你 五大于三 它是不是一个命题 对 它是一个命题 请问它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还是错误的命题呢 你说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正确啊 五本来就大于三 没有错啊 它是对的命题 正确的命题 好 然后你再看后面 请问你 五等于三是不是一个命题 对啊 它是一个命题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命题 对 它是一个错的命题 你可以判断它是错的 五当然不会等于三 OK 那你真正要注意的是谁呢 真正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连接詞 请问你 我现在用谁来连接 用或 请问你或是什么意思 或就是两个 只要有一个对就算对了 那请问你 我们考试如果问你 五大于等于三 对不对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当然对啊 以前我学生跟我说 老师可是五不会等于三 我知道啊 可是五大于三 对不对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对就算对啊 五大于三或五等于三嘛 对不对 所以五大于等于三 请问你 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正确的表达方式 这句话是对的 这样讲可不可以理解 这是正确的 取一个例子 其实你就大概知道我们整体在讲什么 这样懂吗 非常简单 就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课本的随唐练习呢 仔细看哦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你只要集中精神 跟着我一起来 我们现在这个进度要hold住 它说PQR是三个命题 P这个命题 大家仔细看哦 长方形都是正方形 我现在问你 这是正确的命题还是错误的命题 长方形一定是正方形 都是正方形 它是对还是错 它是错 它是错 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 所以在旁边帮我写两个字 错误 它是错误的命题 这个P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来把它写上去 写好了吗 那我等你哦 我等你 写好了给我一定反应 我来看第二个 好了 好 OK 来我们来看Q Q它讲什么 正三角形都是等要三角形 同学对还是不对 对 正三角形三个边场都一样啊 它一定是等要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命题它是正确的命题 写上去 旁边写正确两个字 它是对的啊 对啊 它是对的啊 第三个命题叫做R 三大于五 正确还是错误 错误 它是错的 所以我马上看出来 P是错的 Q是对的 R是错的 这样好不好 然后它下面哦 同学你要仔细看 有些同学会判断 但是他不会勾选项 你知道吗 他在下列选项中 要你选出正确的命题 请你把它画起来 他要你把正确的命题把它找出来 请问你第一个选项可不可以选 不可以 P 第一个选项是P P是错误的命题 所以第一个选项考试要画掉 他不能选的 第二个选项 Q选项 来请问你 Q选项正确还是错误呢 第二个选项 那个Q啊 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它是正确的啊 第二个选项打勾 第二个选项它是正确的命题 那好吧 第二个选项打勾 第三个选项 P且Q 请你把且那个字圈起来 且是什么意思 两个都要对才算对哦 请问你 P是错的 Q是对的 有两个都对吗 没有 所以第三个选项 选不选 不选 第三个选项打勾 知道我意思吗 就这么简单 第四个选项 Q或R 你把那个或圈起来 你知道或是什么意思吗 或就是两个只要对一个就可以 它的条件比较宽松 所以请问你 Q Q是对还是错的 Q是对的 R虽然是错的 但是Q或R 只要对一个就算对 所以第四个选项 算不算是正确的命题呢 算不算啊 算 第四个选项打勾 它是对的 这很简单吧 第五个选项 P或R 一样把或圈起来 可是呢 这个题目里面 P跟R都是错的命题 两个都错 那你是或来临接 还是错 对不对 你至少有一个对才算对 所以第五个选项打X 本题答案请选2跟4 这样会吗 考试看得懂吗 会不会写 会齁 好 差不多了喔 来 那我可以进入下一个主题了吗 下一个主题 我们要来谈这个东西 诶 这个东西 你要仔细听喔 因为有些学生说背的 我不要你用背的 我要你用理解的好不好 下一个主题很重要 下一个主题在课本的45页 这个叫做逻辑的笛模跟定律 我写一下它的标题 我写一下它的标题 那你要注意一下喔 这个题目跟定律 你高中老师有教 然后接下来我这里会写一点东西 我希望同学你把它写在课本 空白的地方 来 这里这样写喔 P 写 Q 否定 然后这里是P 或 Q 否定 A 然后写中文的 微 OK